我真的觉得依博是挺好的一个男生 他比我小大概六岁吧 但是其实他挺成熟的 因为我们私下开玩笑 其实我都叫他前辈 因为他其实比我早接触到这个圈子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以一个同龄人的身份 其实在交流 最让我觉得好的一点 就是他无论他出道了或者是三年四年 但他现在还是像一个很天真 然后很好玩很搞乖的一个小男生的这样一个状态 很难得很珍贵的东西 我宝宝你好吧 喜爱我的人很多的时候 我反而会觉得说如果公开的话 就会对那个人会有点不太好 心上海跳舞漂亮 这是新的状态 对 可以带你看看 人家会往往 自己 想起手气的人 让过去万一无情的拥抱你 你可以在我怀里坦白赤裸 我们可以疯狂 流汗在脆弱 我是你的家 也是你 的旅程 让我忘了 我们一起 找人 这真是一刻 你爱应该把我放开 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我们彼此而自然 更存在 对你先给我拍了 他说 他发给我 他说 哇你居然在这个时候是滑雪 结果最近真的还叫滑雪 希望 让谁可以安排一下 就是想滑雪 然后其实也跟 比如说跟老王其实也有约 你可以在我怀里坦白赤裸 我们可以疯狂 流汗在脆弱 我是你的家 王一波收获了什么 啊我贴持了一个新的好朋友 也是你的旅程 我是那个 你不唱 打开的盒子 用在一天 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 听我重复着旋律 就这样 几分钟 一辈子 如果 如果 我是一首歌 我是那首 很爱你的歌 如果 我是一首歌 男孩 我是那首 很爱你的歌 我在梦醒了的时候 我在梦里 我最爱你的眼睛 我最爱的人是你 爱你 让我成为 最不平凡的自己 我是小湛 我爱你 我最爱的 他就这么不平凡的 我最爱的